我在凌晨1点53分的时候住了一个梦 我一家上课怎么出去旅游去了 然后有个人好像也是要出去旅游去 但又没有找到伙伴一起走 那喊那你过来吧 一起走吧 他高兴不得了 我在那个山流一个平田那边 就告诉他女儿哪边是哪边走 他就是看不见我 就是看不见我 然后我就扔了那个苏洛凳子 苏洛凳不是扔出去 就是隔着像那个墙像磁铁一样的 让他活动一下 他至终于看到了 哎呀我疾患了 我说你赶紧过来 就行了 我这个时刻看到一个木墙 一个木墙在挡在这边 一个木墙挡在这里 然后我看到拜登了 戴了一个木镜了 是个瞎子 实际上是个瞎子 一个瞎子 是个瞎子 实际上是个瞎子 他要往哪里走啊 要不是要有个人在指挥他 才能知道往哪里走 在哪里走 我梦见当中的是我说 隔着木墙我在那边指挥他 告诉他你应该过来呀 实际上背后有个人指挥 背后有个奥巴马在指挥 奥巴马在指挥 应该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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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指挥权已经拿到我手上了 指挥权拿到我手上了 指挥权交到我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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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我手上了 为什么拿到我手上了 原来这个瞎子 瞎子的背后是奥巴马 奥巴马背后的是魔 昨天已经把那个魔打掉了 魔打掉了十个 现在那个指挥权已经到了我这里了 指挥权到了我这里了 到了我这里了 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意思是在这里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